金庸先生的原名叫扎梁庸 出生于浙江海宁 扎氏家族是海宁的五大家族之首 家族成员有许多都是国之栋梁 除了显赫的家室 金庸还有一个无比强大的亲戚团 金庸的母亲徐璐是徐志摩的堂姑妈 因此金庸应称呼徐志摩为表哥 而天龙八部里云忠赫的原型就是徐志摩 因为徐志摩的笔名就叫云忠赫 金庸的同族兄弟中 还诞生了另一位诗坛巨匠木旦 原名扎梁庸 金庸的同族姑母扎品珍 嫁给了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 因此金庸应称呼蒋百里为姑父 蒋百里曾任保定军校校长 还出版了军事论注集《国防论》 不过姑父蒋百里并不满意 自己与金庸姑母的包办婚姻 于是后来蒋百里娶了一位日本护士 两人生了五个女儿 其中一个名叫蒋英 她的丈夫是导弹之术前学森 金庸的同族堂姐扎两宁 嫁给了著名学者袁行云 袁行云的堂妹叫袁行树 袁行树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雄妖 很听见 在我们的宁 こ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